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校园生活 恋爱 友谊 社会差别 离婚 早孕等现实问题的认识和所采取的处理方法 波利塞利奥家的两姐妹安德利亚和维吉在父母离婚后 不得不随母亲安娜·塞西利亚从原来的豪宅搬到地处贫困区的外婆家生活 习惯了奢华生活的两个姑娘很难适应这样新的生活环境 尽管如此 姐姐安德利亚却能随遇而安 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 而从小娇生惯养 性格叛逆的妹妹维吉拒绝接受自己新的生活 在新的学校里 新的同学中 姐妹两人将要面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各种挑战 当安德利亚努力融入新环境之时 再一次与自己童年时的朋友塞巴斯蒂亚相遇 很快 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而他们的感情发展并不顺利 因为有人从中作梗 高傲而好斗的性格让维吉常常自己陷入危机 但这也让他逐渐接受了现实并最终变得成熟 而此时 母吉安娜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结识了姐妹两人学校的校长圣利亚哥 并准备开始迎接新的幸福 正当母女三人战胜了无数困难准备过其新生活的时候 父亲伯利塞利奥却突然出现 她以生活环境太差为由 强行把两个女儿带离了她们的外婆家 两姐妹生动的经历 她们与朋友的友谊 她们的爱情 喜怒哀乐和艰难抉择 贯穿全聚 引人入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家里的名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的电视频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